全世界的网友还是缺乏对大轨造车的认识 因为最近大轨造车车企比差地推出了快两千公里续航 并且好像十万块钱不到的车子 把这些人吓腾了 他们说的福特主义在世 福特主义又回来了 很明显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如果是家庭用车的话 我自己的体验是 每一个成员 家庭中每个成员是很难接受 超过两百公里的行程距离的 如果超过两个小时两百公里 大家都会觉得难受 可以用 但是频率并不高 是一个小概率时间才会这个样子用车 一般都是以更小的单位 比如说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 其实真正的用途还是滴滴势机 所以他们的目标人群还是庞大的滴滴势机 这个是全世界网友无法理解的一种生态场面 因为之前说过在FSD有点好多也要出来了 我实际上也说过 Robotaxi国中弊端是 也还是有点吓人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想想一下 BXD这块车子出来以后 我们如果在一起搭车的时候 我们看到司机师傅的状态会好 净巴巴 他们坏了 驾驶员的频率会非常净巴巴 车况会连续使用会非常净 这个时候如果一带发生这种现象的话 这个场面会多么的庞大